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我们JavaScript中的一些运算符 那这节课呢我们接着往下学 来把这些运算符学完 来看一下,在之前我们学过像我们的算数运算符 字符连接符,辅值运算符,比较运素,运算符,包括逻辑运算符 那接下来看下一个,我们的三元运算符 那可以看到三元运算符的形式呢 就是第一个表达式,问号第二个表达式,冒号第三个表达式 那当我们碰到三元运算符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来走的 首先判断第一个表达式是否为真的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为真的话 那走冒号,问号之后的内容 那否则呢,是走我们冒号之后的内容 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接着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在之前我们测试过,用过这种ifelse的形式 在测试我们这个数据类型转换的时候 转换成布尔类型的时候,我们用过这种形式 如果if表达式为真,我们执行exp为true的代码段 else呢,我们就执行exp为假的代码段 这样的效果 那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三元算符 你看看,后面这个ifelse是不是有点相像呀 如果这个表达式为真 我们执行exp为true的代码段 exp 假如说这是exp 接着执行exp2 否则执行exp3 这样的效果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三元算符 就等价于我们的廉价的ifelse 那之前我们看,我们可以这么写 if3大于1 3大于1 如果为真的话 我们可以document.write写上一个aa else我们可以写上一个bb 那现在出现的结果是aa 没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看 它呢,我们就可以通过ifelse来重新写一下 好,把它删掉 刚才没有刷新成功 现在出现的aa 那现在你想拿ifelse 拿这个三元算符把它重新写一下 也可以 那首先呢,第一个表达式3大于1 为真的话是应该出现一个aa else出现一个bb 你也可以把它执行结果 附给一个变料 那接着我们再来输出这个变料 document .write一下 得到的结果也是aa 那现在你看到的这种形式 就是我们的三元运算符 三元运算符的例子 碰到三元算符 就是看这个表达式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 执行问好之后的内容 否则执行冒好之后的内容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它来出示一个变料 可以判断一下这个变料是否有值 然后说vrx 如果有值的话 用x 否则的话 我们可以 或者说 咱们可以判断一下是否是一个数值 asnan的x 如果是的话 如果不是一个数值的话 代表它返回为真 那这时候我给它处置的话一个0 否则呢 就用这个x 把它的结果我们也是付给一个ies 那现在看一下 在这块我们就可以写上一个vrx等一个0除以0 那这时候它返回的就是一个none 那如果是none的话 证明它不是一个数值返回的是真 接着我们给它处置化为一个0 您可以alert一下x得到的是 alert不是x alert啊 结果res 那应该是一个0 那如果说x要是一个数值的话 x等一个123 那这时候ies就是一个123 也可以用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三元算符 它就等价于我们的廉价的if else的效果 好 这个呢 不难 接着再往下看 在我们的运算符中 还有一些其他的运算符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d号运算符 那d号呢 可以用来将多个表达式连接为一个表达式 那新表达式的值呢 为最后一个表达式的值 多用在我们的一个变量的声明处 那什么叫做这个d号呢 其实我们也写过 你看我们可以这么写 一次声明多个变量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拿d号的分隔呀 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d号表达式 test6 d号表达式的例子 我们在声明变量的时候 可以写上一个 VR A B C D 或者说你可以声明一个 I等一个1 d号 J等一个2 K等一个3 那现在这是不是都是通过d号 来分隔的呀 这就是我们d号表达式 那接着呢 你还可以这样 假如说你要写成这样一个效果 VR N等于1 M等于2 P等于3 把它扩起来 附给一个变量 假如说Z等于一个他 这时候Z的值 为我们最后一个表达式的值 也就是3 不信的话 你可以来输出一下 alert一下 N再拼上一个 反斜杠 N 再拼成一个 再拼成一个 Z 咱们输出拼这个Z 再拼成一个N 再来一个M 再来一个P 好 看一下直行的结果 Z的值应该是3 你看到 接着N N P 分别是1 2 3 这个没问题 当你这么写的话 Z的值 为我们最后一个表达式的值 这一点要继续分开 这时候呢 你看到 这就是通过 逗号进行的一个连接 那我们这个逗号运算符呢 也经常像用到那种 变量声明的这一块 你可以通过逗号来分隔 接着再往下看 第二个特殊的运算符 就是我们的 VOID运算符 那VOID运算符呢 用来指明一个表达式 无返回结果 像我们以后用到的函数 可以代表没有返回值 或者说没有参数 也可以通过它来代表 告诉我们这个 JS 我们这个表达式 是没有一个返回结果的 就拿我们刚才这个为例 你看我们刚才写过这个效果 Z等于N等于1 逗号M等于2 P等于3 接着Z的值 是不是这个表达式的最后一个值啊 那接着如果不想要这个值 你可以这么写 VOID运算符 可以完全的加上一个 写上一个 Z等于一个 N 等于1 逗号M等于2 逗号P 等于 P等于3 接着 如果代表没有返回值的话 你在前面加上一个 VOID 这时候 你再看 Alert一下这个Z 得到的结果 好 AlertZ看好了 它是一个什么呀 Undefended 代表的是 和刚才一样吗 刚才我们得到的 是不是这一块 还看到了 是3 123 接着你加了一个VOID 代表的是这个表达式 没有返回值 默认的 也是我们的 Undefended 代表的是 为未定义的 未定义的 这也是我们 VOID 这个运算符的作用 加和不加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效果了 这是VOID 运算符 也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 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的TypeOf 其实呢 这个我们也用过 TypeOf 用运算符呢 是用来返回一个 ZVTR 返回的是我们 这个操作数的 这个数据类型 可以通过它 来得到 我们这样这个变量的 类型 也可以 接着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简单的来写 这几个Alert呢 我就除掉了 Alert一下 或者VR X首先Alert TypeOf 得到的应该是什么 对Undefended 的未定义 声明了 没给它复值 那接着再写一个 X等于一个123 这是一个什么呀 数值型 Number 接着还可以 X等于一个 ZVTR形 King 这就是一个String 包括X等于一个 布尔类型 得到的是布尔 最后呢 X还可以等于一个None 得到的是对象 接着X还可以等于一个 Undefended 那现在就是一个 Undefended 这样的效果 可以通过TypeOf 来检测 我们这个 变量的类型 但是需要注意 我们Long Long类型 它返回的这个值 是一个 Object 是一个 对象 同样的 你还可以写 X要等于一个数组 123 那你看到 返回的也是一个 对象 没关系 在之后 我们会学到 通过TypeOf 可以检测 变量的类型 它返回的 就是这样一个 变量的类型 这就是我们 常用的这些 运算符 那这些运算符 学完之后 你发现 有这么多运算符 那当我们这些运算符 一起来送用的时候 我到底该 先算谁 后算谁 这时候 就有了一个 运算符的一个 优先级 运算符的优先级 那接着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块 也给大家列了 这样一个表 在我们的JSquid中 我们这个优先级 包括还有一个 结合性 优先级高的运算符 它会先被执行 那如果说 优先级相同的话 放在这一行中的 这些运算符 它的优先级是相同的 那相同的话 就会按照它的 出现顺序 进行一个计算 根据它的结合性 根据它的结合性 分为我们的 左结合和右结合 那左结合呢 假如说 我们写的这样的效果 讲A加B加C 那左结合 先算A加B 这就是左结合 那先算B加C 这就是右结合 那可以看到 这样一张表 这些运算符呢 可能有的我们也没说 像这种安慰的运算 我们就没有说 用的没有那么多的话 我们就不用刻意的去记 还有一些根据对象的运算符 这一时候 这一块我们也没有讲 在之后的课程中 我们会学到这个对象 接着再往下 这个表中的运算符 从上到下 依次降低 依次降低 接着在一行中 这个在同一行中的运算符 它们的优先级是相同的 这时候就要看它的结合顺序了 那最简单的 我们在看运算符的时候 你想改变运算符的优先级 我们可以通过括号来改变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像我们之前就学过这种效果 你想算一个alert一下 1加2乘以4 那我们知道的结果应该是9 那肯定不会是1加2再乘以4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是不是乘号的优先级 比加号要高啊 对 那得到的应该是一个9 那现在我就想让它先算1加2再乘以4 应该怎么办 对 通过括号来改变我们的优先级 那现在结果应该是12 这就是我们如何来改变我们的优先级 通过括号的形式 可以来改变优先级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也需要注意 好 那跟我们优先级有关的 其他的那些内容呢 我们就不用再去深究了 那这也是我们GS中的运算符和表达式 那到这为止呢 我们整个这个运算符和表达式 已经跟大家说完了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刚才这节课讲的这几种特殊形式的运算符 包括我们这个运算符的优先级 简单的了解一下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来学习新内容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节目